比特币有哪些潜在的教育机会呢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 请随我看下去 我会在我的Discord社群发布非常及时的图文观点 那你可以看到呢 如果我们现在把日线级别的图表 看成是一个威克夫的派筹模型的话 派发筹码的模型 那我们现在要走出来的状况应该要是LPSY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切换回比特币的图表 这是比特币的日线级别图表 我们在这里呢 如果我们把整张日线级别图表 看成是一个派筹模型 那我们在这里 还有在这里呢 这两个点位它应该都要是LPSY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要优先考虑去布局空单 但是为什么我还没有这么做呢 我们切换到4小时级别的图表 好 在4小时级别 其实威克夫的模型 重要的真的不是 它的图长得跟书上的像不像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它在这些点位呢 它有没有出现相应的量价行为 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如果说我们很关注 我们现在在走的这个4小时级别 它的量能状况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 比较神奇的事情 好 我们把量能给标示出来 你可以发现呢 我们在前一段上涨的量能 也就是在这里 OK 我把它给 很明确的画出来 我们把它直接标示成绿色好了 因为是上涨嘛 好 那当然说 有一些人用的跟我是相反的 有一些人 它是上涨是红色 但是我是以比较标准的画法 标准的画法是上涨是绿色 那下跌的是红色 好 你可以看到 这是什么神奇的状况 我把我们上涨跟下跌的量能 全部给标示出来 好 还有这里 我把它改成绿色 OK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上涨的量能 也就是我用绿色框框 所框出来的地方 相较于我们下跌的量能 也就是我用红色框框 所框出来的地方 上涨的量能 它是大于下跌的量能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表示我们在此处 我们的需求是大于供应的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还没有表现出 我所要看到的典型的LPSY的状况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我还没有去布局框框 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那LPSY它要走出来的 到底是什么行为呢 其实 我们可以参考之前 这段行情 因为这段行情 它很明显 它就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LPS 那LPSY它只是这里的相反而已 你就把它完全颠倒就好了 那颠倒要怎么看呢 我们看一下翻转刻度 Inverse Scale 也就是呢 我们正着看啊 在这里它应该要是LPS吧 那我们反着看 那这里是不是就是LPSY 那如果说我们正着看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什么呢 我把它再正着回来 你可以发现在这里 我们出现的状况就是 我们的需求是大于供应的 对吧 所以我们在此处啊 如果说它这里要形成一个LPSY的话 那它的供应要大于需求 可是我现在没有看到这个状况 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没有去在此时此刻呢 去操作空单 或者是挂单什么的 那挂单我个人是觉得挺危险的 所以我是不会这么做 好再来我们切换到更小的级别 在更小的级别呢 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组 因为在这里呢 我会发布很多很及时的图文观点 那所有的服务呢都是免费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在下午的时候发的 那当时呢 它是产生了 我们的顶背离嘛 在一小时级别的顶背离 好 那这很有可能 它只是一个调整的结构嘛 而且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量呢是递减的 那随后呢 在发出这张图文观点之后 它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回落 当然这个回落的幅度不是很大 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里一小时啊 它是产生了一个 很明显的顶背离的情况嘛 其实相当明显啊 对吧 在这里 然后呢 其实我们在这里啊 走了一个上升的旗形 那这个上升的旗形 它很有可能就是 针对我们前面这段上涨的调整结构 那这种上升旗形呢 其实它是比较强势的调整结构啊 那它为什么没有突破 很有可能跟我们现在处于六日有关 因为你可以去复盘 我们在这半年来 六日的状况都没有什么波动 那很有可能跟 比特币的ETF是有关系的 好那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在这里 大概在39,600 39,500这个地方 它是很重要的换手区嘛 那我们现在呢 其实已经是贴在这里运行一段时间的 这个时候其实39,500 它就很有可能被突破 因为如果说这个阻力它有效的话 价格是不会去贴着它运行的 那这个部分呢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尤其如果你现在手上持有空单的人呢 其实你可以去移动你的防守质疑 来保护住你之前空单的利润 那如果说你也想要交易 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 我非常推荐BARBIT的交易所 它是当今地表上 比特币本位永续合约 深度最深的交易所 也是我换过这么多间交易所以来 无论从挂单深度 顺滑体验 交易界面 都是最好的交易所 没有之一 你现在只要点击我的注册电解 入金之后呢 最高可以享有4800 4800美金的交易增值 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注册一个来使用 拜拜